各位好 今天要為各位介紹的是實體安全 那我們在講安全的時候 通常不會單單只講資料不被偷到 或者是被創改 而是除了這些資料的保全之外 更重要的是 你的實體的部分 包括主機 建築物 環境 溫濕度這些 必須要有良好的管控 來確保你的資料的保存是 安全不會被破壞 或者是遺失的 那在實體安全的部分 很多面向 包括機房的環境 還有這個 電力的問題 還有再來就是火災雷擊這些天災 會不會造成 對機房的設備造成危害時的資料不見 這是 要探討的地方 那我們來看一下在電腦機房的這個溫度呢 一般來講溫度太高的話 這個機器的運作效能就會很差 那同樣的你溫度太低呢 比如說很靠近北極 那整個環境呢 溫度偏低 這個設備呢 運作效能也不會太好 所以我們必須要把這個機房的這個 溫度呢 維持在 一個比較合適的溫度 大概是20到25度 所以各位 印象中大概機房都是有開冷氣 那 溫度其實還 蠻冷的 機器呢在做這個運算的時候 溫度會提升 所以 必須要把它這個 coord down下來 好 所以這個部分呢 就是 溫度的部分要介於20到25度 那濕度的部分呢 因為濕度就有可能 這個潮濕呢有可能造成晶片上面假設有灰塵 他就會 發霉 或者是腐蝕 電路板 那在這樣的情況呢 就會造成這個 設備的損壞 然後影響到電腦 所以一般來講在大型的這個電腦機房呢 會 購買一些這個除濕機 讓這個機房的溫濕度呢 讓他的濕度呢維持在40%到60% 60%的這個範圍內 那這是我們講的相對濕度啦 好 那在這個 相對濕度呢是 比較 是屬於比較乾燥的 那 也比較適合機器的運作 再來落成的部分 早期有一些像磁碟片 現在還有很多 機房呢也是會用磁碟片 那 在這個 高速運轉下 硬碟在高速運轉下呢 只要有灰塵呢 都有可能造成這個磁碟的回損 那除此之外呢 一樣的我們剛剛有提 前面有提到濕度的部分 會因為這個空氣太潮濕而發霉 如果說你這個環境裡面的落成量太高 就有可能造成 灰塵的聚集 那灰塵的聚集就有可能造成這個 靜電啊或者是發霉啊 飄散在機器上面 這些都是不太好 所以怎麼達到 這個降低落成的部分 基本上就是 要把門窗呢 做一些比較密閉的 動作 再來就是要把這個窗簾 掛起來 減少日曬跟灰塵 然後可以的話當然是 購置這個空氣濾清器 減少這個落成 那停電的部分呢 我們要預想 萬一停電的話會有什麼樣的一個情況 當然一旦停電的話 在電腦的記憶體裡面的資料就會消失 因為他 並沒有寫到硬碟上 所以資料就會消失 沒有 這個儲存到 這是一個損失 再來呢 磁碟機在 讀取的時候 萬一停電呢 在 磁碟的設計 它會直接退回到原始點 那個毒血背 毒血背會退回到原始點 可是呢如果這個 經常發生 斷電的情況 使得 剛剛講的這個毒血背 歸零的這個動作太頻繁的話 有可能造成毒血背的 損壞 所以停電呢 是 帶來很多的問題 所以在機房裡面要 這個購置這個不斷電系統 我們一般稱之為 UPS 來處理這個斷電時候的一個處理 不過一般來講 如果說你的這個斷電時間會比較久的話 比如說這個 呃 外面的線路出問題了 它不會在幾分鐘內 負電的 這種我們就必須要有這個另外的電源來支撐 因為UPS 只夠 讓特定的主機 進入這個 關機模式 或者撐一小段時間而已 他沒辦法長時間供應 那當然不同品牌不同的 容量呢 他能夠撐的時間不一樣多 以及你搭載在上面的 主機數呢也是會有影響 那再來就是電力品質不良 也會造成電腦的損害 那比如說你是在這種 大型的工廠裡面 那他的用電量呢 比較大 或者是 我們處在於 這個電力末端 他的電力呢 時好時壞 一會兒強一會兒弱 那他的電力品質不好的話 電腦也很容易損壞 好所以我們在這邊呢 電力線的 電壓位準 上下 在10% 10%的 範圍內是可以接受 超過的話 當然對機器就很不好 所以呢要有紋壓設備 來解決停電的問題 那如果長時間停電呢 你可能就要這個緊急 備用電源 像這個柴油發電機去發電 來支持 假設你是要 持續運轉 你不希望停機的話 那就要有 這個備用電源來支撐 好再來 機房位置的規劃 機房的位置規劃還蠻重要的 因為 它會受到電池廠的干擾 因為我們的晶片 還有 這個儲存體 包含 SSD的硬碟 還有這個傳統的硬碟 它都是磁性物質 所以你 靠近大磁場的話 這些設備呢 很容易受到干擾 那干擾會有什麼樣的後果呢 就是你的資料可能不正確 或是被清除 所以這個 包含你在傳資料都會 錯誤率會很高 所以感覺上就是 網路會變慢 這是它的一個影響 所以哪些呢是屬於不適合的地方 比如說電視台 因為它有大功率在 播送訊號 然後行動基地台也是 那廣播電台還有電力公司的便電所 這些都是屬於高磁場 高電磁場的這個 場所 所以機房不適合設在這附近 然後在機房內呢要避免 設置地毯 因為地毯有幾個 在機房內不適合的原因是它會藏汙納購 然後呢會產生靜電 那我們的電腦 相關設備呢都是用晶片 所以一旦產生靜電的話 會把這個晶片燒壞 所以 機房內不適合 安裝這個地毯 再來 網路線跟 數據線 不要跟電源線 擺在一起 那 很多工程師呢他會覺得 為了追求美觀 他會把這個電線 或者電源線 然後呢訊號線捲一捲之後把它綁在一起 這其實是一種 不好的做法 因為 在電源線的這個 電源在傳送的時候它會產生磁場 那他這樣會 就會干擾到 在他旁邊的這些網路線或者數據線 那他裡面的資料就會變 產生一些錯誤 那這樣子傳輸速度就會變慢 所以假設呢 你發現你的網路接上去之後呢 這個速度呢 連網速度始終很慢 可是別人弄都很快 那有可能你要檢查一下你的網路線跟電源線是不是把它綁在一起 你要整理可以 但是把這兩種線把它分開整理 不要讓它靠近 這是一個比較 好的一個做法 火災呢 其實很麻煩 因為火災一來 它就是很快速的就會影響到 相關的設備跟人員 所以 我們平常就要做好一些良善的這個規劃 那我們要把 所有的人員呢 做這個 消防的 演練編組 好那這些消防的演練編組 之外呢 設備要先貼上顏色 貼顏色的用意呢是在 緊急的情況底下我要拿什麼 哪些東西要先搬 那在貼顏色的時候不要 誰高興就貼 我們要看的是當火災一來的時候 光線不明 光線不清楚 緊急 那 你看到哪一種顏色的 設備要先搬 當然用螢光然後呢 特定顏色 當然不能選暗色系 因為在 火災的現場可能不容易看 所以 建議用亮色系然後呢 約定好哪種顏色當火災來的時候 第一個動作 先搬 先標示 然後呢要分成負責 然後把團隊 建立起來 所以 哪一些人要關系統 哪一些要搬東西 哪一些要搬儲存體 要先講好 除此之外呢 也要設置物代理人 以確保這個 萬例發生事故的時候呢 是有人可以去執行的 那在 這個火災的時候 我們的機房呢 避免用這個噴水或者是乾焚滅火 因為這些都有可能造成設備的損壞 所以比較好的模式呢 基本上就是用二氧化碳滅火器 或者是自動噴氣系統呢 來對這個 火災呢進行這個 管控 或者是 滅火的動作 好那最主要最主要 這個講這麼多其實 平常要有演練啦 你有計劃之後一定要加強模擬演練 讓每一個人都很明確知道 發生情況的時候要做什麼事情 要 可能要做到吸反應的 這個情況 只要這個 這個警示 燈號或者 聲響出現的時候 就要直覺式的去 檢查他所負責的範圍的東西 在火災還沒有危及到這個 人的性命的時候呢 要先 搶救哪些東西按步驟先做 當然萬一火災已經大到 會影響到人的性命的時候 這個還是以人命為優先 那雷擊的部分呢 雷擊呢 他會產生強電流 那他呢 如果沒有把他導引到地面下 他會造成這個 弱雷的地方附近的這個電感 那很多晶片就會跟著燒壞 所以在這個大樓的 這個建築設計裡面 他會設計一種叫做避雷針 事實上他真正作用是引雷針 也就是說 落在他的這個 涵蓋範圍內的這個 落雷下來的時候都會被他吸引 那吸引完之後呢 他會透過很粗的這種 銅線呢 打到地底下 這些都有這個安全規定 所以大樓在建設的時候 通常都會 有這些裝置 所以呢這些裝置呢 要定期去檢測他的這個 有效性 一旦發生有落雷的時候呢 可以透過這些引雷針 壁雷系統 來做這個 避免落雷造成設備損壞的情況 那電腦的電源線呢 一般是三個插座啦 那傳統早期舊式的建築呢 裡面都是只有兩孔 那新式的三孔的這種呢 有一個是地線 那地線的部分就是負責把這個 雷擊的時候的電呢 把它導到地底下去 避免這個電腦設備損壞 可是你透過轉接頭之後 變成 這個電源的火線跟地線的接線 火線跟空線的接線 去 開機 那這樣子是沒有用的 所以 基本上還是 如果 是舊的建築物 那 牆壁內的 電線 配線也要改成三條線 使得每一個插座呢 也都是有這個三條線 接地線的部分呢 到這個 電源箱的時候 外電進來的時候 一樣他要把它 做一個 導電到地底下的一個動作 所以要傳統的 建築物呢 早期的建築物 要變成這個 三孔插座的 就是還是要多一條 這個接地線的部分 以確保電器設備的安全 那地震的話在台灣 大概 台灣就是地處地震帶嘛 各縣市的這個規模 地震規模不一樣 那 目前我們知道的有幾個地震帶 那機房呢 當然就要避免在地震帶上 去建立 因為當這個 災害發生的時候 地震帶呢 通常都是 影響最嚴重的地方 所以我們在 建設這個機房的時候 應該要先查相關的資訊 避免在地震帶上面 做這個機房 那水災呢 有可能是因為下雨啊 潮汐啊 水管破裂造成 那他會帶來幾個東西 一個就是 這個 泥沙嘛 然後還有石頭 那或者是 很多的水嘛 那通常 你看到要淹水 他到這個 他真的淹過來 這中間有一段時間 所以呢這個 還有一些時間可以搬 但是呢如果你的 機房呢 設置是在比較高一點的樓層 其實你就可以 相對的 安全一點 所以呢在這個部分呢 我們必須要去思考 就是說 在這個極端氣候底下 你的機房 可能放在一二樓還不夠保險 也需要放在高一點的樓層 當然在放高一點的樓層的時候 也要去思考到 施工的方便性 以及 這個 發電設施的這個 裝置呢 適不適合去 安置 所以這個 建設這個機房的時候 必須要考量到水在發生的時候的一些安全 磁碟跟 磁帶呢 要加裝保護殼 然後放在 這個位 放在這個腰 到眼睛的這個中間的範圍 好處是什麼 你要 找比較好找 再來就是 他因為離地面比較高 萬一真的進水 比較不會去 影響到 所以呢 建議這個 資訊中心的話 機房應該在 三樓以上 避免洪水造成的這個問題 好那再來就是看 硬體的設備的相關的管理 平常我們就是要 這個做 電腦系統的 這個維護 然後要保養他 那 資訊設備 每隔一段時間還是要 泰幻 也許你覺得他還好 還好好的 可是很難確保 他可以再用多久 所以 企業裡面一般 每隔一段時間 都會做 設備的泰幻 以維持 系統的穩定 然後網路斷線的部分 要去注意 線路呢不能外露 再來就是 這個環境要好 要乾淨 環境萬一是很多這個 飲食相關的 東西在的話 那就會 產生 髒亂 那髒亂呢就有可能引來 蟑螂 老鼠之類的 危害 老鼠又會把 電線 咬破 所以這些呢都有可能影響到我們 不管是電源或電 或者是網路的這個 資料傳送 所以呢 我們就是要把環境準備好 再來呢不正常使用 就是 我們在 使用設備的時候 主機在 做移動的時候 務必要先關機 不要開著電源就這樣移動 因為 你一旦開著機 硬碟他在 旋轉的時候 萬一你移動他 讀寫背 很有可能會去影響到 這個 磁碟片 上面的資料 所以我們 在移動主機 電腦主機的時候 通常會先把它關機 再做移動的 這個操作 所以呢在使用上面我們 必須要設定一些 安全守則 讓 所有的相關操作人員呢 去注意 在 設備的使用上 應該怎樣去進行 才不會破壞 好那 網路品質的部分 各位可以看到這邊 有一些指令 像 PIN 然後後面有個 這個 網址 那這個就是去測試這個主機是不是有開 那PIN這個指令呢 他的 作用單純只是要確認 這個主機呢 目前是不是有開啟 我們來試一下 好 那我們來 測試一下 比如說 亞洲大學 好那他如果成功的話 他就會出現 這個 相關資訊 那像這個 出現 Request Timeout 就是 我丟風包過去 他沒有任何回應 所以他等待時間 超過了 OK那這代表什麼這個主機沒有開 在早期的確 如果是出現這種狀況是沒有開 沒有錯 可是 最近呢 最近這幾年因為 這個 阻斷服務攻擊的情況蠻嚴重的 所以現在伺服器很多都把這個 像PIN的這種風包 這個詢問呢 回應的部分都把它取消掉 那降低這個 US攻擊的這個可能性 或者降低他的攻擊 迴害程度 所以呢 有些主機他會關掉 所以現在PIN呢 你去PIN他沒有 回應不見得他沒有開機 那我們再試別的 比如說我們試 PIN HINET.NET OK各位可以看到 我傳送的測試資料呢 是32 然後呢 他的這個 回傳時間是 7個mini second 所以回應速度還蠻快的 好所以像這樣子就代表這台主機有開 上面這個 不見得沒有開啦 因為現在就比較 難判斷 因為server 安全的考量 所以 有一些就沒有回 那像這個就是確定他一定有開 底下這個測試 所以PIN加 後面是網址 就可以 測試某一台主機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他測試4次之後呢 他每次的這個 資料呢 是以32個byte 做測試 然後呢 這個TTL是代表 Time to live 就是他經過的 站台數是多 多少 好那如果不存在的話 這個IP如果不存在 或是網址不存在 他就會說 這是一個不好的 這個網址 好那PIN也可以加很多參數 比如說-N 他就是 比如說-N 就是代表什麼 我測10次 測試10次之後 一般來講 如果你不下這個指令 他通常就是 只測試4次 沒有就沒有了 那有些時候呢 可能這個 這個Site這個點呢 比較遠 或是他網路 頻寬比較小 那他來回時間要比較久 那你 就可以 多測幾次 好那也許裡面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10次裡面有8次有回 那你就知道這台主機有開 可是他網路 的這個傳送呢 可能不是那麼順暢 這是可以 做這樣的操作 -N 再來這是L 這是英文字母的L PIN L64就是 L代表Lens 就是他的長度 什麼的長度 就是我測試封包的資料長度 我如果以64個byte去送 那送 回傳回來 各位會看到 byte的地方會寫64 我們來測試一下 假設呢 我們用PIN -L 然後呢64 針對誰呢 TripleW Hi Net 點Net 各位可以看到他這邊的byte 出現64 然後呢 時間 這個跳點 各位可以看 好那如果我說我們要再測試一下 我如果要多測幾次 -N 8 這樣子 他就會測試8個 回合 然後呢 這8個回合裡面的資料 是不是都差不多 像這個回應時間 都差不多在 不到10秒左右 那長度是用64 以此類推 他就可以 測試他 所以他還有很多的 這個 這個 參數可以去設定 好那如果各位 想要了解 PIN還有哪一些參數可以用 各位可以這樣子 各位可以打 PIN 然後呢 -H 那各位就可以看到上面的一些參數的使用 HW help 他就可以查 好那各位可以 看好 Time是PIN Specified host Until stop 一直 到什麼停止為止 你自己去 把它中斷為止 然後包含這個 RARV 好那我們剛剛用的這個 N呢在這邊 看一下 Earns count 有沒有 Earns count Number of Echo Request to send 這就是你要測試多少個 L的部分就是size Send buffer size 你傳送資料的size 就這樣子可以去測試你的網路品質 這是一個做法 那這邊是一個範例的截圖 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所以你L不一樣的時候 改變的資料會顯示在byte這邊 這是另外一個的這個測試結果 好那除此之外呢 W是代表等待的回應時間 有些時候呢 他可能要再久一點 那你可以把 W 就是未停的時間 這個是毫秒 1000毫秒代表1秒 等1秒 在網路世界 秒已經算很久了 好所以用這樣的方式呢 去針對一個站台他可能是 這個網路頻寬偏小 然後呢站台可能有點遠 那他回應的時間要等久一點 那你可以這樣子去測 也許就可以 在原本的設定上你可能測不到他 可是你把他拉長之後 你可能 就是 會看到一些回應 所以這就是他的這個 參數的使用 那你再了解你的網路品質的時候 可以用這種方式去 操作 尤其是網管或者是 MIS人員在管機房的時候 這些指令呢 是 不可或缺的 如果你始終沒有得到回應的話 就會出現request Timeout 那有幾個原因 你兩個站台之間的路徑或網路呢 出現擁捨 然後故障 再來就是對方的這個站台呢 目前是關機或者故障 那對方 目前處於忙碌 比如說 他已經被 DDoS攻擊 那攻擊到他已經忙不過來 他沒辦法回應給你 這也是 可能的情況之一 但是呢 現在應該要加另外一個情況就是 Server端把這個 PIN的這個封包 測試封包 把他吸收掉 他就直接不處理他 把他drop掉了 所以 他也不會response 回來 所以你也等不到 好 那在軟體 支援的安全管理上面 我們除了硬體之外 軟體的部分 作業系統 還有公用程式 跟工具 這些呢要有良好的管控 那很多 Page在 這個系統裡面 我們 要更新沒有錯 但是我們必須要排成 而且要先拿一個 備用機先試 更新上去 並不會影響到 現有系統的時候 再全面按到 現行的系統上 以避免 有新的Page就按上去 就造成系統的損壞 這是一個 所以 怎麼樣去管 注意系統的這個套件 還有公用程式的 這個使用 那公用程式 一般我們會 針對這個 假設不常用的 我們全部都把它 關閉掉 以避免一些 被 害客 或者是 這個 使用者在使用的時候 不小心 危害到了 這個是 要注意的 那隨時要注意 記憶體的使用 那 記憶體有沒有被 這個非法的使用 或者被 藏入病毒 那這個除了加 防毒軟體之外 網管呢 可能要做支援監控 支援監控 萬一 在 不繁忙的情況 支援使用卻很高 那就要注意是不是有後門 或者是 中了這個挖礦病毒 這個要去注意 再來公用程式 跟這個工具呢 要 能夠方便的使用電腦系統 讓工具可以直接存取 直接存取 這個系統支援的部分 要做好管控 不是隨便的人 都可以去用 好 那再來就是 你要 這個 確定 管理資訊系統 應用的使用的 對象 避免 有人污用系統 這個就是我們在使用系統的權限的時候 必須要做良好的管控 那不要說這個 比如說 這個人離職了 那離職了之後 你沒有把權限關掉 讓他還是可以去使用 或者是他 換了任務了 他在前一個任務所扮演的角色 可以存取的資料他依然還在存取 那這樣子就 這樣子就不好了 所以要做好相對 對象的這個權限的管控 那除了這個系統 相關的包含硬體 環境之外 更重要的是我們的備份 那一般來講我們 資料的備份呢 分這幾種 每天備份 每週備份 每月 隔月 每一季或每一年做備份 要看資料的這個 更新頻率以及重要性來做 那舉個例子來講 比如說你是網站的話 那這個網站呢 隨時會 有這個 客戶在上面的留言 或做討論 那你也可能 也有可能是週備份 或月備份 那如果你的系統呢 可能一個月才 只有幾筆資料去更新而已 那你也許 就可以做隔月的備份 或是繼備份 所以哪一個 備份方式是最好的 不一定要看你 這個資料的屬性 以及他的重要性 來決定你多久要備份一次 那接下來就會 探討一件事情 你備份下來之後要留多久 是要永久保存呢 還是 只保留 半年呢 或是保留三年呢 這也沒有一個絕對的答案 這個完全還是要看 你的這個 資料的重要性而定 那資料的備份呢 又分幾種 一個是完整備份 然後呢 再來就是選擇式備份 或者我們稱之為差異備份 再來是增量備份 這幾種備份的 策略呢 不太一樣 完整備份大概就從第一個位元 備份到最後一個位元 把它備份下來 然後每次備份都做這種事情 但是這有個缺點就是說 每次的備份量都很大 那 時間都拖很久 所以其實不太有效率 很多人會選擇這個選擇式備份 或者差異備份 這一次備份 跟前一次備份之間的資料 差異的部分 把它備份下來 或者是有差異 有新增修改的地方 再去 按照這個 檔案的 時間 做備份 那增量備份 就是 增加的部分 把它備份起來 各有各的好處 當然也有一些 必須要注意到的地方 所以 也沒有哪一個是絕對的 好跟壞 就是要看需求 那 唯一的重點就是 不能不備份 所以各位 在使用的時候呢 應該是要了解情況 然後選擇一個合適的 然後做好備份 那備份完之後 也要 練習怎麼樣去回覆 因為 很多時候我們就 覺得這樣可以備份就備份了 可是 沒有去做回覆的這個 操作 因為有些時候你備份完之後沒有把它 回覆回來 你可能不知道 回覆的時候他需要的東西是不是真的可以 完整無誤的被回覆回來 所以在備份的時候呢 建議還是要操作一下回覆的動作 以確認你備份的資料可以 在需要的時候呢 可以無誤的被回覆回來 而不是備份了一堆無用的東西 那再來就是要提到 毅力備源 然後我們備份 是 資料要儲存起來 但是千萬不要把資料從 西巢 貝分到低巢 然後從低巢 貝分到一巢 這沒有意義 因為你只要在同一個地方 萬一發生地震火災 那同樣東西還是不見 所以 通常我們在備份的時候會 備份到別的主機上 最好是有一點 這個距離 那 毅力備源除了備份之外 還有一個就是 援助的地方 它的意思就是說 有兩套主機同時運作 當某一台主機或某一套主機 掛點的時候 另外一台能夠 立即接手 那以 比較常講的例子 通常我們會以機場的這種塔台運作 它同時有三套 導航系統在運行 所以有一台掛掉呢 至少還有兩台撐著 那 再來就是 假設兩台掛掉呢 至少還有一台撐著 那在 過去的經驗上來講 要三台 同時掛掉的可能性 非常非常的低 所以 你在做備源系統 不管備份或 資源的部分 都要跟主機呢 這幾套是要在不同地方 以確保安全 那原因我剛剛講過了 就是不要說發生天災人禍的時候 就 在同一個地方然後全部都毀損 所以要離開 好所以這個是要特別去注意到的地方 那 益利備源的特徵就是益利存放然後同步傳輸 所以這個成本其實是很高的 所以為什麼不要 益利備源個五六份 這樣成本實在是負荷不了 因為五六份同時要達到同步呢 難度相當高成本非常高 所以 3呢是一個 最 合適的一個建議 那在做1D備源的 的時候呢 注意事項是 資料備份呢 不要耗用主機的資源跟效能 所以通常我們備份會在晚上 當離封的時候再來備份這個 資料才不會說 讓這個正在運行的系統 不管是網易或資料的 寫入交易的寫入呢 Delay 這個是 比較不好的 所以我們通常會用 利用離封的時間 讓他執行 備份的操作 那在網路上傳輸的時候必須要做安全 防護啦 就是 你要透過加密通道 然後呢 在這個 網路傳輸過程呢 是 比較不容易被害客或者是其他的 危害 去 竊取資料 所以 這個 不是單純的把資料加 壓縮之後傳送而已 可能 那個 溝通的 通訊協定 也要採用加密通道 來確保資料傳輸的過程 萬一 備份資料的 途中被截取 對方還是不知道內容是什麼 那 異例備源 備份的地點呢 應該 兩個賽的中間呢 建議距離要超過30公里啦 那這邊講的是直徑距離 直線距離 他講的不是說 入程的距離 也就是說 你不要從山上備份到山下 萬一發生地震的時候 照樣兩個點都不見了 所以 在這個 直線距離 30公里外 你再有一個點做備員 備份 那其實是比較安全一點的 好那對於 敏感媒體的這個處理啊 我們大概 不能隨隨便便丟給回收場就算了 那比較敏感的 我們通常用碎紙機 如果磁性的就是要 這個 把它重複 複寫多次 存檔刪除 再寫資料進去 的方式去操作 我用這樣子來做 那 如果是消磁的話 大概就是拿強力磁鐵 把這個磁片或者是硬碟呢 透過這樣的方式來把 這個資料呢 做銷毀的動作 那入侵者呢 通常就是 從實體面 跟從網路面 來看 實體面大概就是說 破壞門窗 或者是 偷開鎖 這些都有可能造成 危害 然後呢 或者是破壞機器呀 或者是閱讀機器的 機密資料 這些都是 這個入侵者要的 要達到的目的 那怎麼樣去防止它呢 就是要避免竊盜 也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門窗 這些都要做 這個 良好的 這個管控 而且呢 要 防止吸出 那怎麼樣防止吸出呢 就是說你不要 人進去出來之後 拿一個袋子裝的東西 你也不檢查 或者是你進去 重要的機房 他帶著 不管是行動碟或者是相機進去拍資料 這些都是不允許的 所以 這個門禁管控 不要只是刷卡 可能還要有一些 Gate在檢測 假設這個機房裡面的資料是很重要的 所以還是要檢測一下 外出檢測 人員進出管制 這些呢 都是 防範入侵者 在實體面可以做到的事情 好那實體安全評分的建議 就是建築物的場所考量 要看一下我們剛剛提到的 發電 便電所這一些 是不是 這個 位置不恰當 然後呢 樓層會不會太低 你的機房樓層 假設太低呢 有可能遭受水患 這就是不好的 那在行政面的話 基本上就是要去注意 這個機房的人員 是要經過申請 而且要審核的 不是任何人都可以進出 這樣子的部分呢 才有辦法確保 這個機房呢 是 安全的 然後維護廠商 進去維護的時候 就必須要有人陪同 全程陪同 而且要 注意這些 這個廠商 在進行維護的時候的一些 舉動 避免破壞 這個機房內的 設備或者資料的竊取 好那對於 擁有超級使用者的 這個密碼的人呢 要做良好的管控 他今天角色切換的時候 就必須要把密碼改掉 把他的權限移除掉 避免 他後續持續用著他的這個 權限呢 做 非法的行為 那資訊人員的意見跟反應呢 管道是 要 保持暢通 如果說意見始終沒辦法 良善的反應的話 可能資訊人員就會 沒辦法做及時的處理 然後 機房 資訊中心成員的離職程序 你不要 提前很早就告訴他說 你被fire掉了 為什麼呢 因為你 如果太早告訴他 他心還怨恨 他又有權限在系統裡面做事情 這樣很可能他會開始做後門 或是把資料偷盜出去的 舉動 這樣其實對公司來講是很大的危害 所以 這個部分呢 通常就是 假設你 公司已經決定要讓某一個人離職 他是跟機房相關的 那通常就是 要離職那一天 再告訴他 他 他 不再 擁有權限了 這樣子的方式是比較好 讓這個 成員他沒有 時間 假設他心懷 怨恨或者是 不愉快 也比較不會影響到系統 然後 中心人員呢 要有 植物代理人的制度 而且要落實他 你不要這個 系統管理員休假 然後所有事情都攤在那邊 沒辦法做 還是要有相對應的 這個職務代理 而且要落實 那對系統的維護的措施 有哪一些 這個 訂定出來之後 必須要去落實 他 比如說保持 清潔 再來 門禁的資料 的 維護 不要用這種 紙本的 簽到 然後呢 到要集合的時候 才一次補清過去 一兩個禮拜的資料 這就沒有意義了 這個門禁的管控 相關的措施 制度要 明定 而且要落實 這樣才能確保 這個機房的安全 那系統的管理跟軟體的維護 這個部分呢 多久備份一次 那作業系統 要有 專人在管理 那這樣才可以 確保這個 這個系統的穩定 然後對於 電腦病毒 應該怎麼去處理 是要 這個 斷線之後 對網路斷線之後呢 進行安全模式 底下的掃圖 或清理 這都要有一套完整的制度 來 避免對 資料呢 造成危害 那再來就是 操作面的部分 要有相關的 這個 訓練課程 讓 新進人員 了解到 企業內部的 設備怎麼使用 而且 要知道怎麼維護 對於新的軟體 或者應用環境出現的時候 一樣要 進行 不管是不是 新到任或者是 原本就有的成員 都還是要做 教育訓練 以確保每一個人都知道 在新系統 新應用的 情況底下怎麼去 讓這個效能最好 而且可以達到 這個 資訊設備的維護 完善的部分 然後再來就是 操作人員的值班 操作人員跟值班人員的 安排方式呢 要這個 做到 良好的安排 不要出現空窗期 操作人員跟值班人員 沒有辦法 這個兼顧到 這個系統的安全 這樣就不好 所以要 仔細安排過 那對於檔案 磁鐵或磁帶的 報銷跟銷售 要做 相關的追蹤跟記錄 尤其是 報銷的時候 你不是把資料 給這個回收商 而已 你要落實 追蹤 他是不是真的 按照合約上 所要求的 銷毀模式 進行銷毀 然後呢 要有一些佐證 這個是很重要的 那再來就是 電腦設備跟 通訊設備的 檢查測試 設備呢 只要是設備都有可能 老化的時候 所以 這個 訂定一個 太換年限 時間到就 該換 EVEN他運作起來 還是蠻順的 那在 評估 他的 年限到的時候 該換還是要換 這樣才能確保 資料的正確性 跟這個 資料的完整性 好 各項資訊設備要分級 分級分類 在很多 緊急情況底下 才能知道哪一個 是優先 哪一個是可以 比較 比較 後面在處理的 設備 所以這個是 要先定義好 他的優先順序 以上這個是實體安全的部分 跟各位分享 我們會見到 我們會見到